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贺之家 作者安房之子 翻译彭义 一 是猎人长吉要迎娶新娘子的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是一个秋天 猎人伙伴们各自带来了酒啊肉啊什么的 祝贺了一番之后 只剩下长吉和新娘两个人面对地炉了 这种时候 应该说一句什么逗乐的话才好 长吉一边响 一边拨弄起地炉的灰来 新娘子脸一下子红了 垂下头去 就在这时 从开着一条缝的门外 酥酥酥的响起了脚踩在落叶上的声音 紧接着 就从门的窄缝处传来一个声音 是来道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 长吉和新娘子这才头一次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长吉起身向门口走去 门外站着一个穿雪白和服 头上戴着红色山茶花的亭亭玉丽的女人 是来道喜的 这是我真心的祝福 她一边说 一边把一个扁扁圆圆的东西递到长吉手里 哎 长吉不由地双手接了过来 正想问一声你是谁 可是那个女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方才是谁呀 新娘子靠了上来 用怀疑的声音问道 可长吉也猜不出她是谁 哎呀 这样的女人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穿着白色的和服 头上插着红色的花 忽然 长吉恍然大悟地闭上了嘴 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方才那不是鹤吧 不是前几天误杀的那只淡顶鹤吧 长吉气喘吁吁地想 就在三天前 长吉稀里糊涂地打下一只尽烈的淡顶鹤 一个人走在山道上的时候 从对面山峰的林子里 一只白色的大鸟轻轻飞了出来 迎着旭日 飘飘悠悠地飞去 是一只幻想般美丽的鸟 长吉立刻瞄准了 碰的就是一枪 但当打中的那一瞬间 长吉的心头不由得一阵颤力 他觉得方才打落的那只鸟 头顶上似乎有一个红关 翅膀尖似乎是黑色的 啊不 红是因为旭日 黑是影子 一边这样想 长吉一边跑进林子里去捡猎物了 快要灭绝了的丹顶鹤 不可能偏偏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他还这样说给自己听 然而 当在林子里的落叶上 看见那只被打落的鸟时 长吉一下子面如土色 当场就瘫坐在了那里 毫无疑问 正是一只丹顶鹤 射杀这样珍贵而又美丽的鸟的人 是要被罚款的 不 说不定还不只是罚款呢 不是枪被没收 就是坐牢 长吉浑身哆嗦起来 一边哆嗦还一边想 幸亏今天是一个人来的 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趁早把鹤藏起来 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长吉心急火燎的在那里挖起洞来 他挖了一个深深的深深的洞 飞快的把鹤埋了进去 真是对不起了 然后 长吉就跑了起来 他扛着枪一个劲的猛跑 一边跑还一边想 如果今天夜里下一场雪就好了 要是下一场厚厚的大雪 冻的痕迹就彻底消失掉了 长吉对新娘子坦白了 这个痛苦的秘密 对谁也不要说啊 他叮嘱了一遍又一遍 新娘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战战兢兢的低声说 可方才那个女人 真的是鹤吗 嗯 肯定是 不管是长相也好 体型也好 说不出来就是有点怪怪的 但那千真万确是一张鹤的脸啊 不过 方才那个女人却没有露出一点点憎恨的表情 不仅不憎恨 而且还登门到喜 甚至带来了礼品 两个人用梅油灯照亮了那个礼品 出神的凝望着 那是一个盘子 是个漂亮的蓝色盘子 大大圆圆的 没有任何图案 嘿 究竟是怎么烧出来的呢 长期来回抚摸着光滑的盘子 新娘子也轻轻地摸了一下 那种蓝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美丽颜色 比晴朗的天空的颜色还要蓝 是一种盯着看久了 仿佛会被吸进去的浓浓的颜色 死了的鹤 出于什么原因要送我们这样一个东西呢 两个人战战兢兢互相对视了一眼 蓝色的大盘子 被收到了贫穷的猎人家避除的最里边 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怎么也不肯使用这个盘子 他们觉得丹顶鹤在上面施了皱 看着就害怕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猎人的媳妇偶尔就想用它一下子了 光润的天蓝色的盘子 不论成什么都会好看吧 她想 尤其是要盛上刚摘下来的水果 那看上去不知道该有多诱人了 有一天 媳妇终于下决心把饭团排列到蓝色的盘子上 接着就禁不住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不过是卖饭上磨了点盐的饭团 刻往蓝色的盘子上一放 立刻就变得雪白 看上去喷香可口 媳妇兴高采烈的把它端了过去 起先 长期蓝色的盘子还皱了皱眉头 可是 一看到盘子上盛着的饭团 就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 把手伸过去 只吃了一只 长期就叫道 好吃 还是 还是头一次觉得卖饭团那么好吃 卖饭的甜味和盐的味道真是妙不可言 越嚼越香 但那以后 两个人就每天用蓝色的盘子吃饭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食物 只要一盛到这个盘子里 就觉得好吃了 因为是贫穷的猎人 所以 白天的那顿饭 有时不过是蒸白薯 但两个人从来没有觉得不满足过 就这样 自打用上这个蓝色的盘子以后 长期有点胖了 腿也更有劲了 跑起路来 比以前不知要快上多少 不用歇息 一口气就能爬到山峰的林子上 枪法也更准了 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神枪手 一旦被长期描上的 准逃不了 长期的猎物多了起来 盖了大房子 还建起了仓库 后来 长期家境一连生下了八个儿子 哎呀 没想到这是一个幸运的盘子呀 长期对媳妇低声嘀咕道 八个儿子眼瞅着长大成人了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接下来 当儿子都各自娶了媳妇 还生下好几个孙子的时候 长期因为点小病突然死掉了 二 好了 就从那个时候起 怪事出现了 长期死的那天 那个蓝色的盘子的正当中 突然浮现出来一只鹤的图案 那是一只单顶鹤 长着美丽的翅膀 向着东方 悠然自得地飞去的样子 向着东方 是的 长期的媳妇的确是看出来了 尽管盘子放的位置不同 鹤飞翔的方向也就不同 可是鹤头顶上那个鲜红色的棺 却像被旭日印红了似的 从前 长期就说过 它是在山峰的林子里打下的那只单顶鹤 就是正向着旭日的方向飞去的 现在 已经成为了老奶奶的长期媳妇 每天就这样一个人 瞅着那只鹤的画过日子 渐渐的 他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夫君长期了 因为那只鹤的画 是长期死后 简直就像是剪影画一样浮上来的 是的 这就是他的灵魂呀 老奶奶这样一思量 就想 这盘子果然不是个普通的盘子 他想把这件事讲给儿子们听 可又突然想到 如果对家里人说起这件事 那就不得不把从前 长期杀过丹顶鹤的事抖落出来了 就把话头打住了 老奶奶回忆起自己 嫁到长期家的那个晚上 长期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那个秘密 一遍又一遍地叮嘱他道 对谁也不能说呀 是的呀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呀 莫得 老奶奶的心里 一下子涌起一股异扬的甜蜜 他瞅着那个盘子 越发亲切了 这一代 已经有好几十年 没有见着丹顶鹤的身影了 也许从前长期打下来的 那只丹顶鹤 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只丹顶鹤吧 也许是那只丹顶鹤 把长期的灵魂变成了一只鹤 嵌进了盘子里 代替了自己的生命 老奶奶对着盘子里的鹤 轻轻地呼唤道 他爹哦 从那以后 为了不让别人觉察这件事情 他就一个人把厨房里的活全包揽了下来 特别是用那个大盘子盛菜 那必定是老奶奶的活 一盛上食物 盘子上的鹤就被彻底地掩盖掉了 吃完饭 老奶奶又会先把那个大盘子收干净 收到壁处理 不久之后 老奶奶的三个儿子就上了战场 然而 去了遥远的外国的儿子们 到了第二年 突然就杳无音信了 三个人一起就没了什么音信 出了什么事呢 时不时的 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儿媳就会不安地唠叨一阵子 到最后 他们索性就默认了 没有音信就是最好的音信 有一天 老奶奶无意中把那个盘子取出来 只瞥了一眼 她就吃惊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盘子里的鹤的图案 一下子增多了 一共有四只 就在长吉那只鹤的后面 紧跟着三只排成了一列飞翔着的鹤 老奶奶抱着盘子 跌坐到了厨房的地上 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 接着 就一个接一个地叫起了儿子的名字 嚎啕大哭起来 其他的儿媳妇还有孙子连忙跑过来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老奶奶指着盘子上的一只只鹤 一遍又一遍地说 他们死了 他们全都死了 家里人还以为老奶奶的心情突然不好了 随后不久 三个儿子战死的消息就送到了家 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盘子的秘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不过 这个大家族里终于有一个小孩觉察到了鹤的图案 是曾孙女春子 春子从小的时候就受到了曾祖母的喜爱 老奶奶洗盘子的时候总在一旁帮忙 老奶奶格外爱惜这个盘子 唯有这个盘子洗完之后会再细致地开上一遍 而且在收到壁处理之前 春子还会看老奶奶一二三的青生鼠盘子上鹤的树木 春子懂事的时候鹤还只有十来只 但到了她上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多了起来 姥姥 这个盘子里的图案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一天当春子这样问过之后 老奶奶用含混的声音回答道 哦 是的呀 可是我怎么觉得多了起来呢 这只小小的原来就在上面吗 啪 春子弹了盘子边上那只又喝一下 想不到老奶奶抓住了春子的手 一张脸变得十分可怕 主手 那只小的不是你的弟弟吗 春子吃了一惊 他四岁的弟弟去年因为吃青梅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是弟弟 春子追问道 老奶奶摇了摇头 嘟囔道 不 因为是一只可爱的小鹤 和死了的小男孩有点像 说完 就一声不吭地擦起了盘子 春子真正知道盘子的秘密 还是这位曾祖母死的时候 老奶奶是九十多岁的时候死的 于是 在领头的长级的鹤下方 突然浮现出来一只老奶奶的鹤 春子抚摸着那只新的鹤抽起起来 姥姥姥姥 老奶奶的鹤和长级的鹤一起展翅飞翔着 静静地 婀娜地 幸福地飞翔着 老奶奶死了以后 盘子图案的怪事仍然不断 家族里头 只要死了一个人 盘子上鹤的话 就会增加一只 大的鹤也罢 小的也罢 都是从嘴到脚伸展成一条直线 向东飞去 不过发现这些图的只有春子一个人 盘子上的鹤迅速地增多了 多的已经快要数不过来了 飞向远方的鹤头上的红顶 只是一个小小的点了 翅膀都变成了细细的线 如果不好好的盯着看 都没办法数了 实际上 长级一家这几年里遭遇了相当多的不幸 那户人家 接二连三的死人呢 村人们嘀咕着 三 春子今年19岁了 胖胖白白的 眉目长得十分像曾祖母 可是 现在这个姑娘只是一个人生活在老房子里 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 曾经那么繁荣的长级的子孙 有的死于战争 有的死于疾病 更有死于非命的 还有的去了大城市就再也没有回来 最后仅剩下一个人 竟是春子 去年 一直卧床不起的妈妈死了之后 春子就在家四周梯田里种了葱 卷心菜 开始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为太多的不幸哭泣过 这个姑娘已经变得再开朗不过了 再说 她又是那么的年轻 还有 春子就要迎来喜庆的日子了 就要有女婿上门来了 是同村一户农家的儿子 这个肯到无依无靠的春子家里来的年轻人 是一个健康而又心地善良的人 结婚的那天早上 春子坐在又暗又大的厨房里 悄悄地瞅着那个盘子 现在 春子的骨肉亲人 就只剩下盘子里的鹤了 春子还记得十分清楚 谁死的时候多了哪只鹤 春子指着一只只自己知道的鹤 轻轻地叫着名字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曾祖母 这时 春子有一种感觉 仿佛自己也被吸进这个盘子里 他不由得一阵头晕 他仿佛觉得 鹤的拍打翅膀声 鸣叫声从盘子里头涌得出来 春子不禁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于是盘子掉在了地上 一声巨响 叠碎了 春子一瞬间闭上了眼睛 然后 当他哆哆嗦嗦地把眼睛睁开时 脚边确确实实地响起了 鸟拍打翅膀的声音 是鹤 身边全都是美丽的丹顶鹤 它们激烈地拍打着翅膀 从厨房那个大开着的窗口 一直接一直地飞上了天空 树木与盘子里的鹤 完全一致 天空是一个蓝蓝的晴天 鹤群排着与盘子画的同样的队伍 向东飞去 向着山峰上林子慢慢飞去 丹顶鹤来了 好久不见丹顶鹤 成群结队地来了 这个话题 立刻就让村子沸腾了 婚礼的早上 丹顶鹤成群结队地飞过这件事 简直让人们像看到奇迹一样吃惊 春子 那是幸运的兆头啊 这家是鹤之家 一定会兴旺起来的啊 村人们纷纷交口相传 春子一边点头一边想 盘子里的鹤 果然是一条一条的命啊 爸爸和妈妈 还有先祖们 全都是在为我的结婚祝福呢 直到现在 春子还真爱地保留着 那时散落在厨房里的 蓝色桃子碎片 如果把那些碎片拼起来 就拼成了一个蓝色的盘子的形状 没有任何图的一个天蓝色的盘子